欢庆税务节花莲县地方税务局7月16号到17号两天 分别在花莲市局本部以及玉礼分局 同步举办庆祝税务节支务税宣导活动 现场填写问卷并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讲APP 可以获得花莲好QB100点 而民众捐发票还可以换各种精美好礼 所得的发票捐赠给花莲县的弱势社福团体 庆祝税务节花莲县地方税务局7月16号17号两天 分别在局本部还有玉礼分局同步举办税务局的庆祝活动 吸引了很多民众前来排队捐发票换好礼 我们是捐发票献爱心做公益 那在今天在这个活动是同时在我们地方税务局的总局 跟玉礼分局在上午9点开始同步来举办这个温馨的活动 那我们是藉由民众的共同参与 我们希望把这个温馨的岁月节给扩大 然后实质的意义就是说捐发票 我们可以同时来帮助弱势团体 那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意义 所以那现场我们有准备很多的很精美的生活使用用品 那同时这一次呢特别我们有推出一项就是县政府的好Q的Q卡的一个活动 也就是说民众在现场如果有填问卷的话 我们会赠送这个花莲宪明的一个Q币 每个每填一份一个人就是100块的Q币 活动当天只要填写问卷并且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讲APP 就可以获得花莲好Q币100点 而民众捐赠5到7月份的发票6到24张 可以选择兑换1公斤的毫米 卫生纸或者是洗衣巾等等多项的生活使用品 而使用手机条码或云端发票载具捐赠云端发票 还可以兑换专属好礼100块钱的全联礼券 一连两天活动还邀请到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 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 花莲领馆处花莲县卫生局 花莲县政府财政处社会处 还有花莲地震事务所等机关一起来做业务宣导 还有有奖征达 丰富有趣又有好礼的活动 7月17号还有一天时间 民众要把握机会前往捐发票换好礼又可以做公益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